Labrond James Hey Dude 這個系列我們來探討人體各個部位的力學 我們的肌肉骨骼結構會長成現在這個樣子 一定是它具有某種程度的力學優勢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Labrond James的腳 嚴重的變形 難道這樣的腳更適合打籃球嗎? 正常人的腳 腳趾應該要可以打開 從下到上成一個V型 然後5個腳趾都可以接觸到地面 但是Labrond James的腳 拇指外翻 小指內翻 整個腳乘一個菱形 除了大拇指之外 它的其他很多腳趾 看起來沒辦法接觸地面 除了它以外 很多NBA球員都是這個樣子 那這有兩種可能 一 天生腳長這樣子的人 運動能力比較好 二 因為打太多籃球 後天變成這個樣子 那我個人認為2的可能性比較高 因為籃球鞋的設計就是一個菱形 然後腳趾抬高 所以腳長變形跟球鞋的設計 應該脫離不了關係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 到底為什麼球鞋要設計成這個樣子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人類的腳應該具備什麼功能 其實動物的腳很簡單 它的漆地跟移動方式 基本上決定了它腳的形狀 我們其他的靈長類好兄弟 像是猩猩 紅毛猩猩 他們的腳掌都保有跟手一樣的對握能力 但是人類這個靈長類叛徒 我們在離開森林到草原去定居之後 我們就漸漸的捨棄的抓握能力 我們就不需要爬速能力了 取而代的是 我們需要長距離跑步的效率 所以演化上我們的腳都變成五指都朝前 來增加推進的效率 然後我們捨棄了對握的能力 拿自由度去換取剛性 同時我們演化出了足弓 那足弓的力學我們下一集再講 記得訂閱 再來就是 比起其他的靈長類 人類的腳趾比例是最短 但是腳板的比例是最長的 結構上反而更接近奔跑型的動物 像是獵豹 簡單講腳趾的功能就是負責抓地跟平衡 那腳板就是負責推進 腳板的長度越長 跑步的速度就越快 那按照這個邏輯 就是沒有腳趾的動物跑得最快 有可能 像是不需要爪子 也不需要抓東西的草食動物 他們乾脆直接演化成提形 就是用腳趾行走 那這樣子的行走方式 在奔跑上有一些優勢 第一個就是越小的接觸點 那它的步距可以越長 再來就是圓形的接觸面 比較適合平凡的變換方向 好 現在回到籃球鞋 為什麼籃球鞋的設計 不乾脆順著你的腳型就好 而是要擠按你的腳趾 間接導致它變形 首先我們看 當我們在跑步或是走路的時候 我們力線會通過腳跟的外側 然後來到前腳掌 然後最後順著大拇指推出 但是我們在打籃球的時候 不是只有做單一方向的跑步 還會做大量的變向 然後各種方向的煞車 當我們在煞車的時候 我們腳趾需要承受來自各種方向的壓力 如果球鞋的設計有靈腳的話 那靈腳的地方會成為硬力集中點 所以弧面的設計反而是讓壓力分佈最平均的 跟草食動物的體是類似的概念 再來就是 為什麼球鞋的腳趾要往上翹起來 我們平常站著的時候 腳趾其實是不接觸地面的 因為呢 1.球鞋的紋路已經取代你腳趾的抓地力 2.球鞋的硬底增加你的足底的剛性 但也間接取代了你足底筋膜的功能 3.因為鞋底很硬 所以設計一個傾腳 來彌補你腳趾活動度的不足 增加推進的能力 這邊想給Nike一個建議 前腳掌的氣墊是一個很好的設計 但是它的位置應該再往上移一點 因為當我們墊起腳在跑步的時候 我們最大的壓力應該會在腳趾關節的位置 會再比現在的氣墊位置再更往上一點 那從我球鞋的磨損看來也是這樣子沒錯 自問自答Q&A時間 變形的腳有需要去矯正回來嗎? 這要看有沒有影響到你的功能 那如果以Lebron James來說 他的腳已經變形到最適合他的球鞋 已經腳斜液體 只要不要造成他的疼痛的話 其實沒有矯正回來的必要 但是變形的腳不會喪失他原本的功能嗎? 像是說足弓啊 腳趾等等 應該說球鞋的設計已經完全取代了那些功能 刺腳的時候可能會喪失那些功能 但是你打球永遠是穿個鞋子 對他們來說 球鞋已經是腳的一部分 就像我們平常戴著眼鏡過生活 眼鏡已經成為我們的眼睛的一部分 就像一眼一樣 也沒有非要去做雷射手術的必要 結論 籃球鞋的設計 其實是拿來彌補甚至取代你原本腳的功能 而NBA球員打了一輩子的球 所以他的腳去適應他的球鞋 是一件很合理的事情 如果我們活在靠打籃球決定生死的社會 那幾萬年之後人類的腳會演化成什麼樣子呢? 應該就是大腳趾跟食指變大 然後腳直化 然後其他三隻指頭退化 其實差不多就是偶提類那個樣子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們下一集可能會講足弓 或是阿基石劍的力學機制 好 就這樣記得訂閱 掰機